好,那大家好 接下來 相信大家稍微中午都有休息過 也有用過午餐 接下來我們是OpenStreetMap 跟Wikidata一層鬼 這一場我們要請講者分享的是 ChapGDP在資料應用上 以及像是開放資料或是Wikidata 它能夠有哪些應用 因為畢竟在近期 其實開放AI它的一個 中端應用其實成熟得很快 那有很多應用的一個可能性 跟實際上應用我們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或者是克服的方式 它其實有蠻多的想像跟技術在裡面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講者為我們分享 ChapGDP使用Wikidata資料的一些經驗 謝謝 好,謝謝 大家好,我叫OpenToy 然後就是等一下會介紹關於 TrackGDP或者是OpenAI 來整合公開資料的可能性 然後今天會分享 就一開始會先 研究目前使用的案例 他們是怎麼使用那個公開資料集 然後接下來才是 就是使用在Wikidata 然後一開始 就是在公開資料集的 所有GDP應用 其實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TrackGDP外掛跟那個 使用embed 這樣 然後我在Github上 找到一個方式 叫OpenData 然後它會使用的 公開資料集 就是那個水庫水勤的資料 就是政府有公開 就是每天一次的那個水庫的水位 然後其實它裡面還找到一個 信用卡的資料 這我們就先調過 然後文件上有個範例 就是全台灣的水庫的狀況如何 或是水位變化的趨勢 那其實它那個OpenToyPay 它就是在Github上有個專案 你可以直接下載起來 然後在 其實它就相當於 你自己本地段有個那個 網站伺服器 然後TrackGDP 會透過這個外掛的方式 來跟它要資料這樣 所以那個OpenToyPay OpenToyPay它就是 跟那個公開資料集 要資料之後 然後再給TrackGDP去做解析 然後所以 我問你問題就是 全台的水庫狀況如何 然後再以表格的方式形式顯示 就是有水庫名稱 水位跟時間這樣 然後它就是把原本就是一個 像Jason 一個比較 給機器人看的格式 在轉化成人可以看得懂的格式 接下來我就繼續問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想問那個 石門水庫它所謂變化的趨勢圖 然後TrackGDP就是說 我只是一個文字型的AI 沒辦法產生圖表 等等的 然後我們就再繼續往下走 其實那個 TrackGDP的外掛它可以一次最多 啟用三個外掛 剛剛我們就啟用一個外掛 叫OpenToyPay 那個外掛它就可以有辦法把那個 原始資料再轉化成一個趨勢圖 所以第一種方式外掛 然後後來其實它有一個叫 可能程式碼解析的一個外掛 就是OpenToyPay 那個TrackGDP它自己開發的 它就可以上傳你的資料集檔案 然後再做那個一個圖表的顯示 然後除了像剛剛它文件上的範例 就是比方說水庫的一些狀況 你還可以進一步再詢問 比方說最低或最高啊 的其他問題 那其實 所以它 如果說你對 比方說原本對這塊不太熟悉 其實你可以再跟TrackGDP再問一下 它還有哪些的問題可以問它 然後另外就是 因為目前的資料集 它有個時間範圍限制嘛 那之後其實你將那個更久的那個 日期的資料 餵給它 其實就可以看更長眼的一個驅舍 不會受限 你只有看到一天的資料的範圍 當然就是你在 繼續疊上其他的資料 比方說 季節性的氣象台風事件 或者是 政策性的因素 那你在整個資料的解析上 會比較深這樣 另外其實除了 我們在看資料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會需要 有一個建議的行動 那你也可以再進步詢問那個機器 第二個就是 應用公開資料集的那個 是那個 TrackGDP的Embedding 然後這邊有一個 那個專案是 台北市停車場資訊的查詢 其實它使用的政府公開資料 就是台北市的停車資訊 就是說 會有停車場的一些描述 跟那個剩餘的停車位數 然後這個專案就是 是來自於一本書 然後我把它的功能流程圖 再重新揮製 那就是它會從那個 第一個階段是 看一下 就是它會下載一個 政府的公開資料 這個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把停車場資訊 做一個Embedding 然後另外 因為資料集同時 會有停車場資訊 跟剩餘停車位數 然後這個就不太需要Embedding 第三點 第三個步驟是 看一下 就是 比方說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台北火車站附近的停車場 然後這句話 這個問題在 會給OpenAI做Embedding 然後 第四個的話 就是把那個停車場資訊的面對 跟那個 使用者問的問題的Embedding 做個相似度比較 那在最後第五階段就是 回傳一個 最接近使用者回答的 那個15個停車位的資訊 再回覆給使用者 那我們講一下什麼是Embedding 就是 你在 就是 資料的顯示上 它可能就是一個 浮點數的 指數的向量量表 然後如果說兩個 向量之間的距離 是用來衡量它的關聯性 如果說靠比較近就是 高度相連 然後反之就低度相連 在OpenAI它有列出一些應用 就是比方說搜尋 那 因為 就是你查的資訊跟 現有的文本的 資料的 的那個 向量Embedding 是不是相似 在Week 跟使用者 關鍵字最靠近的結果 然後 後續也有比方說 異常政策啊 分類啊等等的 不同應用方式 像2013有一個非常古老的論文 其實它就是透過解析那個文本 然後你可以看到就是 男人跟女人它就是 相量上會比較高度關聯嘛 或是神神跟叔叔 國王跟皇后之類的 有興趣可以再去看這個PDF 然後我們來看就是 在開放戒圖上的一個查詢 然後這邊有個影片 這好像是 不知道怎麼refresh F5嗎 你看它是問 問一個問題的就是那個橋樑嘛 然後它又顯示一個 OpenPath的那個查詢語法 然後要改 問另外一個問題 去 去找尾吃飯這樣 然後就 他再把那個 這句問題再轉化成 OpenPath的 API的語法 可能要等一下它 然後它是在顯示地圖上 可以去吃飯的 有哪些地點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一個OpenPath的API語法 它有做一個轉換這樣 對 然後它其實 其實之前就扮演一個 翻譯的角色 就是把人類的問題 吃飯的地方在哪裡 它轉換成一個 OpenPath API的 查詢語法 然後進去看它 說的後期它的那個 Path就是這樣 就是 你要 回傳一個 OpenPath的查詢語法 這是它的那個 一個範本要長這樣 然後要在 在這個地點附近 就比方說 因為我想要在那個 公館附近看 看電影 然後 這是公館附近 一個地圖 區塊 在 先至這個範圍內 然後要回傳一個資料 那你實際把那個 TrackGP的那個 的語法 Copy過來 就可以很正確地寫的是 在公館附近的 哪家電影院 比方說這邊是那個 修太影城這樣 所以我們就 小節證一下 目前的用法 就是原始資料 是開放資料集嘛 然後 透過TrackGP 它就 就是我們問它一個 石門水庫 水位變化的問題 然後它 中間處理 就是 外觀它會取得 跟分析資料集 然後最後再輸出 可以是文字 或是一個趨勢圖 然後另外剛剛 開放記憶圖的例子就是 我們梳入一個 一個問題 就是吃飯的地方 或是一個橋樑等等的 它就會把那個 這串人類的問題 轉換成一個 OpenPath的API語法 然後再 再輸出一個語法 然後我們可以 再跟那個 OpenStreetMap 做個整合在顯示 相關的地點 然後 另外一個 一個案例研究 是把它應用在 那個短詞彙的翻譯 像我們 在使用Google翻譯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比方說3D hologram 它給的答案是 3D全息圖 雖然我們已經選了 繁體中文 但它還是給一個3D全息圖 當然事實上 它應該是要叫3D全相圖 也就是 這樣一個機器翻譯的短詞彙 手感的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它 往往會做字面上的直譯 就是荷蘭語就是一個 Mexican grave 它其實可能 比較好的翻譯 叫做2009年的 HRN1的流感疫情 可是機器翻譯 它就會很容易 就字面上直譯 就是寫墨西哥流感 就墨西哥人表示 很無奈 然後 如果說你問機器人 其實他也是可能會犯錯 就是 我去問兵雀嘛 他就說 欸是 它就叫墨西哥流感 不然怎樣 好 然後問雀的GP4 一樣會 它就叫墨西哥流感 對 然後後來我就使用一個那個 一個流感外掛會比較 比較正確 不過這個功能應該好像 7月5號就團北停用了 所以我這邊會比較快的帶過 因為我們在 就功能智慧下去 處理這個短詞彙的翻譯的時候 會做幾個步驟 就是我們先去荷蘭語的 維基百科收尋那個 Mexican grave 的關鍵字 然後我們就知道 它是荷蘭語的 維基百科這個詞條 它對應到 英文維基百科的詞 名稱就叫什麼 2009年駐流感人 大流行 再用這個 再去對應中文維基百科 就叫H1N1這樣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性 之後從簡體 再換到繁體 如果你在Wikidata上 也是可以類似的操作 就是直接輸入那個 Mexican grave的關鍵字 然後 它也會顯示 多比的搜尋結果 然後再顯示一個 H1N1的流感疫情 然後當然 會遇到一些問題來就是 像Wikidata 可能有多比一模一樣的 條目名稱 也有可能是有名稱 但是裡面其實是空的 對 也有可能它 沒有建立多語言鏈結 所以你就沒辦法 從英文的 跳到 繁體中文的 然後這就是一個人工流程 就是你一下子要去看Wikidata 一下子要去看那個維基百科 或者是切換不同語氣 去找到比較正確的翻譯的方式 所以我採取了步驟 就把它再做一個整理 就是先搜尋維基百科嘛 取得英文的 英文再去跳到繁體中文嘛 對 然後雜誌是這樣子 然後所以 把剛剛那一段 功能智慧做的事情 就轉換成給機器人提示 然後這邊有時候 又做了一個小技巧 就是把那個 英文條目名稱 就把一個 一個特殊的符號把它框起來 我這邊是用一個大語小語 其實也不一定要大語小語 就是 只是要讓機器人翻譯理解 然後你透過這個 特殊符號把它框起來 它就會把它當作 是一個變數的方式 變數去處理它 所以它就 在處理上就可以找到 比方說我說這個 等等 然後最後得到一個 去彎彎彎的流感這樣 這是3D全息投影的那個處理 它也可以最後到 在這邊有一個全箱攝影這樣 對 如果是冰雀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類似的方式 但是要很小心 就是你不能 怎麼說 因為它有點像是 戰略搜尋的概念 所以它的問法 要稍微改一下這樣 那它就是後來還是有一個 正確去取得那個 繁體中文的名稱這樣 但是冰雀跟那個 TrackGPT它是 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敏感詞會議題 比方說我不能問它COVID-19這樣 或者是武漢肺炎 它就會生氣 它就不會回答你問題這樣 然後這是 就附註一個 另外一個版本的提示方式這樣 其實 對 好 那小節化就剛剛也提到 用特殊符號框起來 把它的結果變數化 然後 你只用戰略搜尋 這是 有個色彩常識 這是搜尋引擎常見的技巧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樣 剛剛可憐的功能智慧的多次的步驟 就整合再一次 就可以去問機器人這樣 好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案例就是 就直接問那個 TrackGPT 拍QL的語法嘛 就是我想要查那個 最近一年上映的電影 然後 欸 看起來是OK的啊 對 但我看到有一些 那個 標籤都空白的 不太高興 我想其他 會篩選掉 電影名稱不能是空白的 第一 然後也看起來 一模一樣嘛 一模一樣 結果就是空白的 對 然後 我就問 為什麼是空白的 然後就說 嗯 對 他就有給我一個修正後的 SparkQL的語法這樣 對 然後就 然後還是找不到這樣 然後就一年找不到 就找兩年 兩年找不到就找三年 然後通常都沒有結果這樣 對 就是 直接講一個 可能狀況就是 那如果我不懂語法 其實你可以請 崔尾具具具幫你解釋 那個語法到底是什麼意思這樣 然後或者說 然後 他有時候會冒出一些伺服器的錯誤 比方說 I expected end of JSON input嘛 那你就可以問他 誒 GPT機器人 我要怎麼辦呢 你可以提供什麼解決方法嘛 對 但不建議的印象是 如果說你用更複雜的條件嘛 可是查詢沒有結果 然後查詢如果說超過時間沒有 回傳結果 也沒有錯誤訊息 你也沒辦法進一步追問 機器人要怎麼處理 其實 因為這真的沒有什麼解法要多讀書 我換另外一句說就是 你必須要自己懂得 SparkQL的領域知識 你才有辦法去判斷那個 機器人到底說的是真的還假的這樣 當然可能的解法就是 你要翻譯 聽我訓練機器人去學習 SparkQL的這個程式語言 對 當然我真的沒有試 當然這是一個可能的方式 就是讓他 多了解SparkQL的程式這樣 對 然後最後一個案例就是 就是就把那個做 embedded的搜尋 然後用電影當作一個例子 那以前的搜尋啊 就 現在感覺就有點古老了 因為它就是 它可能就是關鍵字搜尋嘛 這是大家應該非常熟悉 關鍵字的一個輸入框 那還有一種就是 亞馬遜系列電子商務網站 它會有多面向的搜尋賽選 就把那個消費者可能有興趣的 購物的面向 把它都要切出來 所以它可能跟 針對品牌啊 工人啊 CPC和某某某都有類似的東西 對 但它關鍵字比對就是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一個snake跟蛇粉 因為在比方說 你要去查詢聖經的話 你說那一隻邪惡的蛇 那一隻evil snake嗎 你可能是會找不到的 因為聖經它用的是蛇粉這個字 所以在使用那個傳統的搜尋引擎 在做搜尋關鍵字的話 就會遇到這個關鍵字比的問題 傳統解法可能就做一個 一個超級大的關鍵字字典好了 來處理這個統一字的問題這樣 然後我就後來有做一個 用embeddy的方式來做一個 輸入想要看的電影劇情 比如說我想要看的電影是說 在不遠的未來 一位才華洋溢的城市設計師 突然發現一段神秘的城市碼 然後進入一個由城市碼構成的平行宇宙 然後發現可以透過城市碼來改變現實 但裡面有一個邪惡的組織 叫做黑色螢幕好了 因為不想要寫藍色螢幕 然後發現他必須要跟他們對抗 就這段常常問題啊 如果說你直接輸入到那個 Google搜尋引擎 應該會被他直接 已讀不回吧這樣 他就沒有辦法給你任何結果 但是你透過embeddy的話 再拖個相似注比對 就可以找到下面這些相關的電影這樣 比方說我把剛剛那一串 常常做成一個電影封面這樣 然後右邊是實際的電影這樣 就是他的確是有那個 AI的那個 的場景 劇情在裡面這樣 然後空流程是這樣 就是我下載最近上年那個 電影條目的檔案 然後有Wikidata跟Wikipedia的條目 然後把電影描述做個embeddy 然後比方我想問 就剛剛我那一場上 我想看的電影劇情嘛 也做個embedding 然後做第四點的 第四步驟有相似度比較 然後再回傳他的使 再回規使用者也就是我這樣 然後可是會遭遇的問題是說 那個Wikidata 它其實並沒有那個 像Wikipedia的條目在要 就是剛剛那個 比方說電影劇情好了 因為我不太確定 它是在哪個entity這樣 然後另外就有些電影可能 就英文會沒有中文 然後另外API它的model 其實是有個長度限制 所以我就直接取那個 最前面的5500 然後另外不建議問的方法 就可能太短嘛 就殺球 太具體 2021年的科幻電影 它可能會回傳給你 2023年科幻電影 我在想說因為是用那個 向量相似度比較吧 那個2023對它來講 是不太有什麼意義的 那你也可以使用 比較長的劇情的描述這樣 咦 咦 看一下 哦 我這邊睡覺下面有個sauce code 這是為了符合本大會的名稱 它原理能聯會 所以我就把它 把原始碼給開放出來了 雖然我們OpenAI都是必然的這樣 對 不好意思 好 然後 就我們就最後一個結論就是 雖然說你的原始資料是開放資料 或是開放街圖 其實你可以 就收入裡面 人類的問題就是 十分庫所謂的變化 那取得 最後取得一個文字圖表 或是OpenPath的查詢語法 那像網路資料的話 其實像我們剛剛做的那個翻譯語言的改正 其實它就像是一個機器人代理 代理機器人概念 就是你可以把原本你要處理很多 到工序 轉化成一次的任務 讓那個機器人來處理 來達成你想要的結果 另外就是 最後就是 有這個Wikipedia的那個電影劇情 通過Embedit 就是相識度的項鍊來做 相識度比較 然後推薦其他電影 其實這在那個其他的電子商戶 或是你要做 企業內部的知識平台 其實都可以通過Embedit的方式來進行 像我這次專案亂稿都還不到一塊每七 這樣 供大家參考 好 謝謝大家 好 最後是一些參考這樣 感謝講者帶來的分享 感謝應用的技術 那我們這邊還有 九分鐘的時間 那在場有沒有 夥伴有想要了解 或者是提問的部分 那個我想問一下 OpenAI它API應該有一個參數是定義說 AI它會表現的行為 那我想問在這次討論中 你設的一些參數或者是 會不會根據不同的功能去給它做變化 因為我這用Embed條沒有什麼參數 當然你說的可能是Completion 就是回答問題那個 因為剛剛像有個聽眾有問到 就是問它WIP data就給一個假資料吧 那是可能你的Temperature要4成0 或者是更低 比較低的數目 因為你4成1它就比較開放創意的一個結果 但也不是不好的 而是要看你的應用是什麼這樣 對 好 那在場的夥伴還有沒有有興趣的部分呢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感謝講者今天帶來的一些應用實力跟經驗的一些分享 好 謝謝 謝謝